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美国的大企业是如何锁定 和骗取芯片补贴的 三星和台积电又会如何应对呢 美国发起的芯片四方联盟 围堵中国能否成功 而中国的芯片产业 遇到全面断供 如何分兵突围 我们先去节目的第一部分 欢迎回来 今天节目呢 我们和朱文辉先生 一起来聊一聊 《美国芯片法案》所带出的 中美芯片战 美国拜登政府在去年的8月 签署了2022年芯片与科技法案 这个法案呢 是为芯片这一个单一行业 提供了527亿美元的补贴 并且呢 对投资芯片厂 提供了240亿美元的税收减免 希望能够提振美国的制造业 和芯片生产能力 而之后呢 拜登政府也是宣布说 接受过联邦政府资金支持的 美国科技公司将会被禁止在中国 建设拥有先进技术的工厂 这个禁令的有效期是10年 另外一方面呢 美国塔夫茨大学 国际历史系的副教授米勒 他在去年10月出版了一本畅销书 叫做《芯片战争》 从历史角度呢 探索了半导体 为什么会演变成当今 国际地缘政治的风暴中心 他认为是军事需求 促使芯片和硅谷的诞生 而如今呢 中美芯片战争 不过是回归历史 同时也会成为未来的一个新常态 所以周院长 我们今天呢 还是从美国这个芯片法案说起吧 就您来看 这个芯片法案的颁布 真的能够如拜登所愿 来提升美国本土的芯片竞争力吗 应该说呢 这个未来这10年 整个过程和结局都是未定之数 因为不光是美国他这么想 他就一定能够实现 当然美国他制定这个战略 和执行能力也比较强 也能够在国际上形成 某种所谓的联盟去打压中国 但是如果说中国在某些方面 又取得了突破 它结局就可能是另外一种情况 我们说呢 无论是半导体 集成电路 芯片 晶片 有不同的叫法 但是呢 最终它是体现为 一个高端的芯片 现在的主流的像比较高端大家认可的 可能真正的决战的地方就在5纳米到2纳米 这个区间 从美国的情况来看 他发现呢 就是美国本土产的芯片 是从原来的37% 90年代初期就是差不多是30年前 到现在呢 降到了12% 但最关键的就是呢 最高端的芯片 就是最后制作出那一颗芯片 不在美国手上 90%在台积电 台湾地区这一边 另外呢 就三星那边也有一部分 所以美国就很担心 说一旦呢 这个世界打起仗了 或者说乱了 那美国它自己没有芯片了 当然从芯片的整个产业链来看 美国是起决定性的控制作用的 就是比如说这个软件 比如说这个芯片的这些大型公司 它这个设计 然后像它这个品牌 有这个高通啊 有这个博通啊 还有英特尔 还有现在比较火的这个叫英伟达 那么它还有这些关键的重要 原材料和这个设备的供应 但美国突然它自己也发现 在过去的三十年当中啊 其实整个这个芯片产业 是一个高度全球化的分工体系 美国它有一部分的很强的 但是呢 它有一些很关键的东西 不在它自己手上 像阿斯玛尔的光刻机 咱们的很多观众都非常熟悉 这些光刻机是一个对中国的 很重要的卡脖子的地方 然后呢 关键是这个制程 在台积电和三星的手上 还有呢 就它也发现 大量的这个制程 开始在中国大陆这边越来越多 而且大陆这边的 进展的速度越来越快 所以最后就造成呢 中国大陆的这个发展的时间 和这个过程比它的预期的 要快得多 而它突然就发现 如果是过了几年之后 它现在不采取措施的话 美国呢 可能会失去 在这个行业的这种控制力 所以它现在要做的 就是利用自己在整个 全球体当中的这种霸权地位 比如说它在金融领域很强 你仔细看一下 无论是台积电也好 还是阿斯麦也好 投资方可能是美国的这个基金 还有呢 美国的这个大学的 很多研究人员 在最先进的这些技术和设备里边 很多这些相关的公司啊 它的高管呢 都是拿着美国绿卡的 或者是美国人 所以它现在呢 就是拜登政府上台之后 经过了很多轮的这个运作 当然也是美国像英特尔这些大公司啊 还有一些用芯片的大企业 比如说福特尔汽车这样的公司 他们联手通过两党的这个决议 就推出了美国以前没有搞过的 其实这个就是现代的产业政策 是 那我们也看到这个法案当中啊 确实非常大手笔啊 有390亿美元都是用于补贴 芯片厂的扩建 另外呢 还有110亿美元呢 是用于补贴芯片的研发 那想必这对美国本土的 一些芯片企业来说 还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那究竟要有什么样的条件 才能够获得这样的补贴 而现在在芯片法案颁布之后 美国的本土芯片企业 处于什么样的一个现状呢 这个说起来也很逗 它最终呢决定这个补贴给谁的 是美国的商务部 当然这个钱呢 是美国国会已经批出来了 其实除了这760亿美元之外 还有一些研究项目 还有其他的一些相关的经费 可能就更多 时间就更长 韩哥的领域就更广 大家都知道呢 这个芯片的法案 它是美国的两党 还有呢这些大企业推动的 所以呢这个760亿美元一出来之后呢 我仔细算了一下 大概它刚出来一个月就分光了 分光了 比如说英特尔 英特尔是最主要的推手 英特尔说它在俄亥俄州 已经偷了200亿美元 要投啊不是乙镜头 他就他也搞了一个电机的仪式 200亿美元 200亿美元呢 按照他们的这个计算方式 就是呢 他觉得美国的芯片制造和 这个台湾地区和这个韩国 差30%的成本 就200亿呢 补30% 咱们穿一个简单的数 就拿到了60亿 然后另外一个这个叫美光 美光呢 因为它是长期很多年 不在美国投资了 有了这个之后呢 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 芯片法案的推动者 他也说呢 我也有200亿美元 然后呢 而且呢 他说如果市场好的话 我可能会要投1000亿美元 想想看这个是不是吓死人 1000亿美元 但是呢 他就是这200亿美元 他要分到到2020年代 结束的时候 才把它投下去 那他又拿走了50多亿美元 所以呢 后来仔细一算 就是美国呢 大约是有35家企业 就公布了自己这个法案 最终呢 他可能有10多家新建的厂 有这个9家要扩建的厂 加上什么商游 加上什么设备 一分呢 这760亿就 就没了 当然就是他们什么时候动工 谁是正儿八经的 把这个事在动工了 有没有人才 有没有相关的 各种这个 产业链啊 相关的配套 那是另外一个数 这就是美国 他搞产业政策的打法 其实美国本身 它是极其信奉市场经济的 是由私人企业来做些事情 但是呢 拜登政府 我想无论是咱们 以前节目说过的 像这个新能源车 还是这个芯片 它现在有种全新的打法 用巨额的联邦补贴 是吸引了大企业投资 还有呢 另外就是从海外的这些投资 再回流 也包括像台积电 和三星这样的企业 到美国去投资 所以呢 重新的情况来看 新的就不要指望 再能分到这些钱了 因为呢 这些企业已经把它 基本都锁定了 是 所以这样一个新的打法 还是让很多企业 都趋之若鹜的 再加上之后呢 美国又发起了一个 芯片四方联盟 这样遏制打压 中国科技发展的意图 是再明显不过了 而这样一个意图呢 究竟能不能真的奏效 而大的芯片企业 要如何在中美之间选边站呢 下一节继续分析